接下来的这条消息呢 平时喜欢在微博微信上晒晒自己动态的观众 一定要特别留意了 上海的一个女白领陈小姐 她是翘班到处去旅游 被公司发现后遭到了解雇 然而陈小姐不服啊 将公司告上了法庭索赔16万元的赔偿金 结果呢 公司拿出了陈小姐晒在微博博客上的旅游照片 法庭据此认定 陈小姐未请假就外出旅游 公司解聘合法 低调使得万年传啊 你说你都翘班了 还得慎照片干嘛呢 微博微信有风险 且发且珍珍